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堂会 爱三菱建设董作 表示绝版预售 先抢购潮 平均地权条例火速修法通过 下话一堆投机客 两天后内政部又宣布 预售屋限制换约 不会塑及既往 似乎让投机客捡到解套的机会 对此爱三菱董事长直指 房市以利空出境 上半年日出之前 将有一波绝版可换约 预售屋抢购潮 尤其是公布应求的非地雷区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 一路转折至今 已宣布房市利空出境 从现在开始 上半年实施公布日期之前 应该会有一波末代 绝版可换约预售屋的抢购潮 因为还是可以自由换约 转让不塑及既往 那这个就会造成两个情况 有人抢买有人下车 尤其才买预售屋不到一年 想转手的人要缴交房地合一税2.0 税率于45% 二到五年为35% 但对资金充裕的有钱人来说 现在买房 报酬率会比银行利息还高 会持续进场买房 预料上半年会有一波强卖潮 那平均地权条例 日后上路 对房市有哪些结构性的影响呢 他认为要看供需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的目的是 为了健全房市 抑制短期投机炒作 但是对中长期制产需求的民众没有影响 会吸引买家进场布局的不动产 已有增值空间 区域供给不大 拥有交通和产业工作机会 又有未来性的区域和产品 如果供给量大 房子盖的多 又租不出去就一定会下跌 房市盘整是正常的 不论景气高低 选地选案 永远是置身关键 上半年日出之前会有一波抢购潮 对想要买房的人来说 建议要挑区域和产品 而且要跳过供给量大的地雷区 至于手中有土地和新案的建商 要抢在上半年推出 还是先观望 还是要看工区 如果地点是在地雷区 有三种解套方法 第一个就是便宜卖 第二个是先放着观望 第三个是直接卖地求生 没想到现在真的有人在讲绝版 我以为是底下网友在那边冷消微 对啊 这个就会让你觉得说 你现在买这个房子 你还有机会做转卖 你要抢在这个平均地权条例 上线开始实施之前 赶快抢 但我们冷静一下来想一下 第一个在去年就已经讲了 房市的整个景气开始下修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卖没那么好卖 这是第一个 如果你从去年开始听 我们的podcast 或者是youtube的话 第二个 现在很多的建案 它的完工期拉到五年 甚至七年 它时间拉那么长才完工 这是第二个 那这个会引发什么呢 你会不会需要担心 它会不会有烂尾楼的问题 这你要担心的吗 第三个 我们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有讲到 有可能有很多的建商 会在其他的新兴区域 开始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CP值高一点点的 或是单价稍微好一点点的产品出来 投资客可能就没那么好玩了 这些东西都是在平均地权条例 这件事情之前 那你现在如果急着买的这些房子 这些投资客抛售的 或是建商一些的 习售的案子 你不需要面对我们刚刚上述讲的 这三个问题吗 先不讲平均地权条例 就先要面对上述三个问题了 市场原本就存在的问题 对 你是不是就担心你不好卖了 再另外一个就是 你现在急着进场去买这个房子 也就代表是 你就是想要在预售的时候换约吗 前面两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有讲说 在预售的市场 可能会比较受到影响一点点 市场这样预测吗 但我不一定这样看 如果是急着要买来卖的话 请问一下 你干嘛一定要抢在它实施之前 并且去买预售屋呢 如果你是要急买急卖 就是你要短时间操作的话 感觉你现在去做成屋比较有机会 新成屋你可以买来就卖 你不用担心现在政府的决策 是不是等一下又改 反正你成屋就是可以买卖 你就乖乖缴税就好了 请问一下 那你为什么不买成屋来做短期的炒作呢 或是短期的买卖呢 因为你炒不动啊 对吧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很快卖掉啊 你现在知道房市的这个状况 不如前两年啊 所以你买成屋 没有办法像之前短期操作啊 那为什么现在跟你讲说 你要抢在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之前 赶快买这些预售物 因为这些房子可以在成屋之前 你就可以转售 请问一下 你现在有办法转售吗 你就没办法吗 对吧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 他的工程期那么长 那你可能在五年之后 假设他完工了 在完工之前 譬如说你四年了 过了四年之后 你有机会可以转售了 万一今年年底选举又换了人 万一他们平均地权条例 又再次修正了 那你被卡住怎么办 你不会觉得有太多风险吗 你可能要再隔一段时间吗 那如果说你不是到四年 你可能明年后年就完工了 那不就回到原来的问题 这两年可能都没有那么好卖啊 你抢在这个时间点 而不是你喜欢的物件 或者是价格已经修正的物件 请问一下你抢在这之前 进场要干嘛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他给你的是下修的物件 而且是你喜欢的 你算是真的减到便宜啦 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 你也没有特别喜欢 他就是营造了现在习售 或是大家要去抢这最后一波 平均地权条例之前的预售案 抢在这个时间先购买 那你抢到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为了卖而买 对 所以你就被套路了嘛 你为了卖而买 但你买了以后 两年内完工 你在这个下修的景气当中 你不好卖嘛 你即使是你还在预售 你可以换约 但你不好卖嘛 除非你降价 那再来是如果说他的工程期 拉得比较长 那你中间会不会政策又有变动 你不知道 而且到了那个时候 你要卖 那跟你做乘务买卖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除非说你经历过价格下修之后 又慢慢回升到 你觉得你想要卖的点了以后 你搞不好发现 跟你原来买的价格 好像没有差多少 那除非你要再撑久一点点 那你既然如果你都要撑久一点点 那你跟你买乘务有什么差别 唯一的差别是什么 是如果他还在乘务之前 你就是在付那个自备款的分期 你还不用进入贷款程序 那就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妥妥的投机客 假设像现在大家对于房地产的了解 越来越多 对于投资客的案子 你不降价 他不想接的状况下 觉得对你有好处吗 那不管怎么样 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一样 有钱真的大家拿你没办法 你有钱继续撑到后面 你有钱撑到交屋 你有钱去缴这些可能两户三户的房贷 或者自有资金也够 还真的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囤房税 这些问题 你万一到最后老子就不卖 我就是拿来出租 我的租金又收得高高的 让我觉得又有获利 那请问一下你拿他有办法吗 也没办法 但如果你不是体质很好的投机客 投资客 或者是你是自助客 这个时候真的要多注意 小心 但是我不能一杆子打翻所有人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案子 的确是好案子 你可以去看 如果说真的你到下半年去看 刚好这个案子 也许真的很多人喜欢 他也许真的卖完了 但我要你是去看 我没有要你去抢 看完了以后 评估自己评估之后 然后再做决定 还是会有一个时间点 那这就是个案表现了 但是我相信多数的案子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不过绝对还是会有一部分的案子 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如果说你对于某些区域 某些个案有特别情有都中的 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多去注意一下 在这段时间 你喜欢的这个建案 他目前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应该好好的去follow一下 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